字幕視頻 大家好,有我們健康知多點的時間了 我是來節目主持Tessa 之前請過陳師傅來我們健康知多點 跟他說太極拳 今天我是沈凱,再次邀他上來 跟我們說說少林拳 歡迎你,陳師傅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上次我們很榮幸地請你上來跟我們說 這個變幻莫測的太極拳,以游濟肝 這次請你上來說完全不同的 相反的,這個少林拳 因為我知道你在學太極拳之前 你也有學過少林拳 是兩種都很大分別的東西 師傅,我想問你 其實當初你為什麼會學少林拳 有什麼人呢? 光猛,龜猛,幼形 多跳渣,還有有些男子氣概 嗯,那也是,其實我幾種都很剛強的拳 我知道,他拳就比較柔 但為什麼你接觸少林拳之餘 例如你會接觸太極拳呢? 少林拳是這麼剛硬 你很喜歡的,已經有man 為什麼你會接觸其他拳法呢? 說明是剛硬 你到某個年紀,你怎樣剛硬 哦 你通常人體的體能是 好像運動員 25歲之後就會開始慢慢降低體力 我也是26歲開始接觸太極 哦,即是跟隨身的拳法 就OK了 我現在已經過了繁華期了 可以這樣說 我已經再學下去的少林拳 都發揮不到我最大的拳法 不是的 我會少林和太極 都會兩樣一起練 現在都會 不過就沒有以前變得這麼厲害 都會這麼多挑戰 那如果你的白白走去做 都會傷到自己 是的 其實太極拳可以中和 是嗎? 是的 我很有前質 有光有油 做人當然是有光有油 一味硬沒用的做人 是的,我很有力 這些是否叫做 好了,我讚完自己 搞完題外話之後 我想問一下 其實蕭林拳的起源在哪裡 在河南的松山 不是少林 少林派就是少林的山 不是,河南松山少林 河南松山的少林 屬於北少林 屬於北少林 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有南少林 南少林就在泉州那邊 福建 泉州那邊 泉州那邊 有東南西北 有東南西北 有南偉北 南偉北 是有故事聽的 我知道 是的 又是到師傅說 中國歷史故事的時間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為何有南北少林 北少林主要是多腿化和多跳躍 南少林就是主要僑手 馬背落地生根 沒有什麼跳躍動作 還有腳是不過腰的 那就叫做南少林 腳不過腰,那怎樣踢 去到肚 去到肚 北少林就多一些旋風腿 去拿一字馬 打關斗那些 為何會分南北呢 為何會分南北 為何會分南北 因為那時候 他們 紅器官就代表南少林 故語章那邊叫北少林 為何會分南北 他們本身少林寺 其實初初裡面 那些人就是唸經的 其實那些拳就是那些人進去 譬如去出家 出家那人本身是學什麼拳的 就將那些拳帶入肚子 那裡面那些真人就修行 就好像我剛才說太極這樣 哪個師傅帶那些拳進去那個場地 那你就跟哪個師傅學拳 那即是組織在一起就是我的 對 但我記得說 什麼本事同根身 什麼天下武功出少林 我常常聽到這些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你很多 譬如以前有些 譬如有些 造賊 或者是些人 就想著覺得 萬面俱灰 覺得做那麼多壞事 就進去出家 出家期間 有些拳在少林裡面 去教一些真人 即是教了這些真人之後 他們就把他好的精華 精髓拿出來 然後就再組成一種 他們的少林犬法 那為什麼要分開南北兩派呢 南北兩派 因為它是福建那邊 就是屬於南方的 南方那邊是天氣熱一點的 如果多腿法和多跳躍 你會消耗你的體力 所以通常那些人就落地生根 就個人就不會生那麼多體力 北少林犬是屬於北方 河南那邊 通常你天氣冷 你怎樣跳 怎樣打旋風腿 拿一字馬 都不會浪費體力 所以就要多跳躍 也挺有趣的 原來是關於天氣的事 又可以關於身形問題 因為你廣東人都知道 小一點 北方佬 山東佬 蒙古佬 你腳長一點 如果你高大的人 踢腳是不是 狠一點 一來腳重一點 二來他都不 輕輕地踢腳已經到你身上 腳長就會好一點 穿好一點 玩腿上功夫來說 師傅我想問你 其實剛才有說過南北少林 你屬於哪一邊的呢 我屬於北少林那邊 北少林是腿部 多跳躍翻腾 多跳躍翻腾 但是如果計算地區 不應該是南少林的嗎 南少林 可能我個人喜歡 雖然我好像被人覺得很斯敏 我喜歡一些跳躍和翻腾 因為本身我的筋骨都很鬆 就是腿部比較有力 對 我也覺得你是喜歡用腿 不知為何 感覺到是 我也覺得用腿是比較有力 其實當初 你選擇學北少林而沒有 你是選擇出來的 我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 可以兩樣一起學嗎 可以 會不會很亂 又不會很亂 不會很亂 大概有分南北兩邊 對 但其實他們有共通點 是嗎 有共通點 他們的共通點是甚麼 好像太極的舉例 南少林和北少林的動作相同 不過把動作收細 就是南少林就收細了 北少林就是比較 舒展開揚 瀟灑一點 明白 就是瀟灑一點 可以大動作 對 而南少林就可以把動作收細 就注重下半身 就是腿不過腰 下地生根 下地生根 腳不過腰 腳不過腰 對 總之你踢就踢下面 踢肚 對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那這個少林拳的特色 如果要你說的話 你覺得是甚麼呢 太極就以油制剛 那少林拳呢 你會用甚麼來形容它的特色 少林拳 剛勁有力 剛勁有力 對 拳拳狠 剛勁有力 都有油和剛的 油他們會練易根經 喔 易根經就是少林子裡的內功 其實易根經我相信很多 我喜歡看武俠小說的觀眾 都會聽過的 但知不知道是甚麼來 其實易根經是練些甚麼的呢 易根經就像瑜伽一樣 一個個色字這樣做 全部的強調是伸展你的手腳的 是拉筋的運動來的 不是用來攻擊用的 就是練了你的所有筋骨 對 就是一個底來的 對 強化你的內臟 強化你的內臟 就是你鬆了你的筋骨 有了那個底在那裡 先慢慢再練 對 我聽過練功夫來講 要先練個馬步 蕭林是否也是這樣的 蕭林當然 人最重要是腳 通常人衰老 肯通常在腳開始退化 所以腳就是很重要 無論譬如你 很多動物 貓貓狗狗 都是腳是最重要 好像我想問回 有些甚麼琴拿手那些 蕭林來說 最主要是哪幾個位 之前你跟他說的太極 是是鑽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如果邵林來說 邵林 他們叫公步 公步直拳 公步直拳 就是這樣 就是要射馬 坐在那裡 馬步直拳 真的很厲害 就是這樣 然後就射馬 總之就是拳 因為太極的時候是掌 對 它們就是用拳 對 為什麼就是用拳 不用掌呢 都是剛柔的 其實說到力度 很多人以為拳是重過手掌 其實手掌是重過拳的 例如你一巴掌蓋上那個臉 縱使你沒有練過拳的人 一巴掌蓋上那個臉都已經很厲害 臉都紅了五指印 你們都不知道有沒有試過被人掌蓋過 我沒有 其實手掌的力是重過拳的 我真的不知道 無情力的話 其實打拳的人打拳都是拳的 拳你拿得不好的話 你的頂力不夠好 反而你打中人的時候會咬傷你的手 其實怎樣拿拳為止好呢 拿拳你不是首先四隻手指 好不需要向著鏡頭嗎 好啊 四隻手指捲進去掌手裡面 把拳指扣起四隻手指外面 是 打橫扣 是啦 是啦 師傅你看看我拿拳是否對 對啦 是啦 很多人拿拳頭 拳頭要平坡 有些人為何會說我會扭傷手呢 打橫期間 這裡往上來 一推就弄傷手 一定要平 一定要這樣平 對 這個位置 這個叫平拳 未知是有平拳 還有日子拳 日子拳 是啦 明白 這樣這個位置 這個叫日子拳 對 這樣就為之拳 因為有時候你打拳 人們就會扭傷 是啦 很多人都以為握緊拳頭就OK 但其實原來是這樣捲起來 捲進去 捲進去 然後這樣 就可以握到一個很實的拳頭 是啦 因為有時候人們都說 你不知道放一些東西在盒面 拿一些硬物板的手就肯定會比較好 女士可能握拳 握拳 攻擊人的經驗是少 可能女士 通常用手掌 拍拍 對 但原來是比拳還厲害的 對 好啦 多謝陳師傅跟我們說了 究竟如何握拳為正確之後 我們繼續去廣告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健康知多些 音樂不單止可以聽 還可以按摩 O-SIM 星星帶 將我喜歡的音樂 發成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SIM 星星帶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專售歐美浴室設備 代理國際一級品牌 門市片傳港 提供專業優質服務 富記五金水喉結具有限公司 傷心悲痛 與他最後一刻 清憂寬躺 讓他長半左右 晴永在 為你做到最好 傳統觸面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苦 鄭豆竹麵專家 至尊滷水響如全球 滋味鵝肝 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堪清霸 廚房拿手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2834-6669 除菌、防媒、辟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全港首創 即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禍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試一下 如何將川式燒烤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 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2780-0088 香港人很注重白名 無論修夾、素身、整容、化妝 都很講究 市面很多護膚、健身、簽體的廣告 人人都去做 那你又知不知怎選? 什麼化妝品最適合你? 怎樣簽體才最健康? 我們找專家和你分享美容心得 和你深入解構 盡在美的方程式 BB出生啦 迎接小生命的來臨 要怎樣做一個健康的人媽媽呢? BB出生之後 又要怎樣照顧身邊的小朋友呢? 和你分享狐狸媽媽的方法 和說你知寶寶成長的心得 好月子陪月有限公司 突讓月子好寶寶 是一個全方位共用的親子節目 和大家共聚溫聽時刻 回到家就當然想有個安樂窩了 我們會用不同的角度 為你打造一個寫意空間 令你夢想成真 還會帶你一家大小 從室外玩到室外 增盡親子感情 樂也融融 我們的家 盡在家庭樂案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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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師傅剛才很開心說出這個握拳頭的正確 這個握法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握著正拳 其實我想說這個少林拳 他的要決在哪裡 光猛 光猛也是 對 瀟灑 光猛瀟灑 清脆利路的動作要 我聽起來好像適合男生多一點 也未至於有些女生很男生的頭 是 這個 是很光雅的 是 他和太極拳最大的分別 但我知道你之前和我們說過太極拳 之前都是剛的 早期的太極拳 即是張三豐那個 和蕭林拳 他的分別在哪裡 什麼分別 其實 其實我們人 都是手兩隻腳 縱使門派不同 都是正式你 即是落場實戰 都是離不開直拳 直踢和側踢 其實門派的事 只是不要太執著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傷痛 你連拳練到這樣 會發覺很多動作 譬如你玩完太極拳 又可以發覺 又和蕭林拳動作好似 在想 是不是大家好像有些親戚關係 後來才知道 哦 就是張三豐魚仔 少林拳出來的 不怪的動作 有點像少林拳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 他們每一個的招式 對 其實你說的招式 譬如這樣 拍是有一個原因 才會做這個動作 對 其實這樣說好像很虛無 因為我們之前說的太極拳 不如我們看一看片 師傅可以詳細地 跟我們家庭觀眾分析一下 究竟少林拳有什麼精華 有什麼精髓和特色 好 首先給個禮先 這個禮貌上 通常藍派拳是實有的 這個 拔手一拳 落地虎爪 這個叫貓如洗臉 這個叫公布榜首 這個擋 擋完手一錘 我定了隔離 剛才我看到 很快 很明顯是快 太極拳很多很多 亦都感覺到那個勁度 但是為什麼呢 我剛才看到你 有些是比較下身 低了 那怎樣攻擊呢 還是他在避開呢 我想問 其實不是避開的 他蹲下的意思就是 他沒有想過你打打下 會蹲下 可能蹲下會 掃腳 可能你會抓去褲浪底 剛才沒有蹲下褲褲 通常是抓人家褲浪底 就比較要害歪 對 你沒有想過 打打下 你一縮低就打下去 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動作 也挺陰險的 你沒有十足把握 如果你真的蹲下 打不住 你起床 就被他打 所以這招 其實這招 挺冒險的 挺冒險的 就是盡量沒有用 除非你有十足把握 對 對 就是你殺了一個 完全是比較少人用的 對 冒險一點的招數 冒險一點 剛才是藍派人 對 我知道師傅本身是北派 對 我們現在看聞北派 對 首先你看到 是否很大動作 和很舒展 這些動作 這些就是北派的打法 是 看見你踢得高很多 對 這就是北派拳的風格 為何剛才最後要這樣 有這樣的手勢 這個可以叫一個修飾 修飾 修飾 很大動作 好像跳舞一樣 我們 對 你轉了好像兩個圈 跳一個某個動作 你沒理由不停 有些小小的呼吸 或者我們叫姿勢位 姿勢位 姿勢位 這樣就落回 嗯 這樣就完成一組動作 但其實剛才那個 可不可以有什麼招式的名字 可以告訴我們 招式的名字 招式的名字 一開始開式的叫做 虛步勾手兩長 虛步勾手兩長 對 對 我感覺到是大動作很多 動作很多 是完全是把你所有的四肢身開 對 就完全是跟剛才的南派 好像真的很大的分別 但你從北派來說 你覺得最重要的 要注意的是哪個位置 派最重要 是身體哪個位置 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北派又全面一點 北派你真的一定要 筋骨要很鬆 你才能打到風格 如果你個人太緊的話 就有些舒展的動作 是練不到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 練功夫以前 就說一技旁身吃 乾脆的 現在很多人都是強身健體 就沒有想過要打架 其實如果北系 那什麼人會比較適合 去做北系 什麼人會比較適合 去做這個北系 多一點 北系 如果我們選擇學少林拳 例如我 我女生來的 約二十歲 我是學哪一種拳會 比較好一點 柔軟度好 當然玩北系好一點 柔軟度好 還有小孩子 你當然要讓他跳窄 跳多一點 跳得多會高 對 反而如果是成年 你已經定了 那就學回藍派 藍派對 藍派的柔軟度 就沒有那麼高 要求沒有那麼高 要求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看到 體力的要求 就會比較厲害 為甚麼 因為他手會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電影 穿了鐵環上去 一穿穿六七隻 對 有看過 和尚很多 對 我那些就練橋手 看過金金金 很重的 鐵環 那些藍派就 哪會練 即是他主要就是手 橋手 橋手夠重 橋手夠重 即是北派主要就是腳 因為我看到剛才你很狠地出腳 其實是怎樣練的 你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辦法 你剛才說拳 穿很多環 那腳呢 我沒有看過別人穿環 腳 你通常有 你通常有些人 腳都要穿環 運動用品店 有些叫腳緣 綁上去的人跑步 你就可以穿過腳緣上去 練個腳 練個豹就是踢 真的自己穿過腳 然後就不斷踢 師傅也是這樣練回來的 是的 之外就是練個腳力 腳力 其實這樣都已經練到腳力 你腳重的人都要有運動 例如你要壓一下腿 下一下一字馬 一字馬大字馬 都會比較有力 對 因為我見你踢得很直 那個位置很用力地爆炸力 那一下出去 所以就要有些道具去附著練 剛剛學的時候 有甚麼需要注意呢 有甚麼需要注意呢 我們叫做鬆筋 即是拉腳筋的時候 就不要太急 每個人都想著 下了一字馬 說要一個星期下了 其實有些人本身的筋 是天生很硬的 有些人本身很鬆的 那時候我見過一個朋友 他沒有練過拳 我25歲了 然後練了三天就下了一字馬 我也下了一字馬 那你的筋就鬆了 下了一字馬 即是練了三天 即是每個人的筋骨是三字馬 是的 筋都可以後天 在你後天 其實你勤不勤力 那其實筋骨鬆 對一個人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會有好處 好處當然好 譬如你的筋骨不夠鬆 腰不夠鬆 你就會有很多 有助骨神經痛 是的 因為經常有些人跟我說 筋骨鬆一點好一點 我其實我不知道 當然會好一點 那就會坐著坐著 坐得直一點 就沒有那麼多筋骨 腳筋鬆一點的話 你走步都會快一點 踩幾步都會快一點 我想問回 其實現在很多人 少林拳 天下武功出少林 很多人都聽過 都會選擇學這個少林拳 但大多數的學員 你找你學 是甚麼人多呢 少林拳 是 小孩子 小孩子 為甚麼呢 因為 因為 家長可能現在 小孩子現在真的 就是坐著打機 上網 吃東西 沒有怎麼動 就是 帶個兒子來上 就是讓他們動多一點 覺得正派一點 是嗎 總是覺得 打拳 那些可能 派拳那些 又沒有這麼說 不是這樣 就是家長會覺得 中國傳統會比較 學泰拳 可能覺得 真的拳拳到肉一點 真的會 有身體接觸 可能 但這些就是學了一個招式 其實上課會不會有實戰的呢 上課的時候 我經常因為 太精拳完到肉 當然 其實你們學少林拳 會不會有那些 有 我們叫搭手 搭手 對 也會有這些實戰的 對 那幾多歲開始可以學呢 嘩 這些如果去練衣搭手 著取好 好像抬拳空手道 要穿護具 因為小孩子 你叫他 你叫他 比如攻擊那個人的頭 他不聽你指令 會攻擊那個人的胸口 有時候失控的 有時候小孩子 一說到 師傅 金堂 我只是練拳很悶 可以大家的身體接觸嗎 好玩些 真的 我不要討厭他 我要踢他 所以小孩子 一定要戴護具 而且一定要 亡實 如果真的要練這些 我想問回 其實如果我真的想學一個 蕭林拳來說 首先我要具備什麼條件 具備條件 具備條件 個人都可以 有手有腳就可以了 有手有腳 就是四肢健全 不需要準備什麼 你當然有 一個學習的心 正確的服裝 還有 怎樣是正確的服裝 不要那麼謹慎 師傅好帥 唐裝衣 我是不是要這樣穿 那不至於 鬆身衫褲就可以了 鬆身衫褲 運動裝 不要紮身衫褲 嗯 其實這樣準備了 就可以去學 對 初頭學的時候 小孩子 多少歲會比較好 我現在教過一批是六歲 很小 對 他們會不會當作玩 反而掌握不到 少林拳那個位 而會整損 或者拉筋骨位 會受到影響 因為都幾厲害 那些也不會的 我會看實 看實一點 小朋友就比較危險 對 我想問一下 有手一腳就在學 如果有心臟病 或者哮喘的人 懂不懂合練一種拳法 心臟病就真的 要提防一點 如果要哮喘的人 譬如你 看看是甚麼環境 譬如你 好像你 最近夏天 那些骯髒的空氣 在公園上 就肯定不行 一定是室內 哦 即是室內就OK OK了 即是這種拳 其實呢 因為我看到都很夠氣才能做到 這樣 其實呢 其實呢 對於哮喘病人來說 都要有適當的運動量 來幫助他們的病情 那我覺得 我這樣看一看 蕭林權其實都適合的 但就會建議他們在室內 對嗎 對啦 剛才我都說過 有些液筋經 可以先強化內臟 哦 就可以慢慢這樣調理 對 那不如我們臨尾節目尾 給一些小提示 我們如果真的想學 蕭林權的學員 首先要注意些甚麼 注意些甚麼 那本身 蕭林權是很光亮的動作來的 就要按部就班 不要那麼急 急的話就要扭傷筋骨 嗯 這個就最主要了 總之就不要心急 就一切慢慢學起 學好基本功 學好液筋經 然後慢慢再學下去 那就可以勤身健體 或者是防疫術也好 怎樣也好 就發揚我們中國的功夫 謝謝你 陳師傅 今天你又來到我們健康之多 跟你講這個蕭林權 之前就說過太極今次說笑 林剛有並重 但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還有機會見到 你們在我們節目台 講更多知識 我們一起跟觀眾說拜拜 拜拜 好